我今日的信息就是講到屬神的智慧和五性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題目呢? 因為有時有些人經歷聖靈 或者有些人的教會只是著重靈 而且就覺得耶穌只是跟神的關係 沒有想到我們需要建立我們的智慧和五性 其實聖經有講過 不過人有時會偏在一邊 首先就是我們知道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相關是什麼呢? 愚蠢 愚蠢的決定和行動是帶來破壞 其實我們一生人為什麼這麼多問題呢? 都是因為愚蠢的決定 譬如這裏左邊的圖 講錯話有沒有試過講錯話? 這裏有沒有人是沒有講錯話的? 試過沒講錯話的 我想有人都試過講錯話 有些我都覺得很羞恥的說話 有時說了為什麼他會講這樣的說話呢? 或者是發脾氣 這個結婚的手指這個動作 我就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這個動作 還是只是美國的 這個即是wishful thinking 即是說我希望 即是說希望繼續結婚 希望我對他的忠心 希望我的婚姻好 不是說我真的投身進去 而是我希望 這個愚蠢的決定 我希望 希望 即是他的意思 希望不是說 我好想好想那種希望 即是 hopefully hopefully 希望如此 但願如此 即是用中文翻譯 但願如此 但未必是的 這種心態 或者是家庭的破壞 或者是 正是為了追求朋友 都可以追求錯誤的朋友 就可以帶來破壞 其實很多人的破壞是甚麼呢? 就是由他認識的朋友 那裏帶來的 這句說話一起讀 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句說話 在1994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就反讀 結果被人 即場定罪 即場判死刑 即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他二十二歲 一個女士 一個女士 二十二歲被人 立即判死刑 其實一次的愚蠢行動 都有很多人 又運這些東西回大陸 過量運下去 接著被人抓了 那就是為了一些錢 即是一次錯誤的決定 可以帶來很多的後果 那這裏呢 這個大家應該認得了 是吧? 奧因斯坦 那裏面有說句說話 insanity 即是 癡線 即是 insanity是甚麼呢? 看不見這字? 看到齊了嗎? Doing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Expecting different results 即是你做同樣的事 希望有不同的結果 即是 那我太太今天 她跟我講一句說話 她說呢 很符合這個信息 就是說 有人呢 教書做了十五年 但是呢 她的經驗是一年 因為她是第一年 有了經驗之後 每年呢 只是重複回同樣的東西 是沒有改善的 即是她做同樣的東西 如果效果不好的時候 她都是做同樣的東西 譬如說 人家罵她她又不開心 跟著人家罵她又不開心 連年都是這樣的時候 那她會不會希望有改變呢? 是不會改變的 但有很多人就會說 希望改變 但她一路人來罵她 她又不開心 那又怎會改變呢? 因為她做同樣的東西 這個一起讀 It's not a mistake to make a mistake But it's a mistake to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即是你犯錯不要緊 你不要做同樣的錯誤 即是她走到坑那裡 明明那坑呢 掉了下去會跌的 你每次都走過又跌了下去 人家現在說 為何會這樣呢? 而很多人呢 吵架 又是吵架 吵架完之後 家庭破裂 待會又再吵架 重複重複 但是為何人不會醒呢? 為何人總是繼續吵架的? 為何那些大陸那些人 經常都是走著 待會又撞到誰 因為又吵了大陸一大輪 也要公安去停止她 這個都是我們周時會見到的事情 很多人在生命中 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缺乏智慧 這些就是全部都不好的 所以全部打卡差 不如我們讀一次 但你不要入腦 不如你知道什麼 什麼叫無智慧 一起讀一下 不用腦 任性 糊塗 情緒化 不能集中 無上進心 後知後覺 不知不覺 鑽牛角尖 重複複徹 重複複徹 不知己知彼 不懂珍惜 有很多人是不用腦 讀書的時候 覺得用腦很辛苦 所以一畢業 不用用腦了 但其實 做人一定是 其實讀書不是完了 有些人就說 讀書就是要用腦的時候 讀書完就不用用腦了 其實這樣的時候 讀書是教我們以後怎樣用腦 不是停止用腦 或者任性隨意 糊塗 糊塗 生活 或者情緒 很多人都有 不開心 但整天都不開心 也有很多人不能夠集中 聽書就是這樣 蒙蒙茶茶 讀書的時候是這樣 以後都是這樣 這件事是需要操練的 譬如我自己操練 祈禱 一分心馬上想回耶穌 一想到來 馬上想回耶穌 馬上想回耶穌 就操練到集中 還有很多人沒有上進心 是這樣的 總之我信耶穌回教堂 我又上班 我又賺錢 我又吃飯睡覺 看電視 我就一生人 沒有一個上進心 希望大家 這都是愚蠢 因為浪費了 最寶貴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生命 後知後覺都好 不要不知不覺 但後知後覺 好慈好慈 那時候全部人都知道了 他才知道 我們說了很多事才知道 最好就愈快愈好 我都感謝神 我將榮耀歸給神 在我一信耶穌 神就感動我的心 就是怎樣呢 這麼多人都沒有認識耶穌 神是這麼討厭 我第一關心 在我教會的人 我就真的 我是新信主的人 我就特意早點回來 跟那些人聊天 發覺很多人都不肯定 不肯定跟神的關係 接著我又特意留內一點 神給我這個動力 然後呢 我在學校 我就自動自覺 就去開茶經班 信仰班 帶他們出去傳福音 這些都是神推動我 接著我就回應了 我經歷四年之後 其實沒有人 第一 我去侍奉 沒有人叫我去侍奉 是我自己動力去侍奉 當我告訴我教會 我想去侍奉 是沒有人有回應的 沒有人說 真的好 我們教會 將來會出一個牧師 沒有人跟我說過的 即是 沒有人去推動 但是神給我推動 我希望大家 先知先覺 先知先覺的人 是神一感動你就去回應 然後我經歷聖靈 我就四處去看 經歷聖靈應該怎樣的呢 我就會去學習 去運用 而我發覺很多人 就算要經歷聖靈 他沒有運用 也沒有訓練人運用 的時候 他只是做他要做的事 或者他想多些人來 多些錢 但不是說 我怎樣興起人去服侍 我的目的是 我每個都興起 每個都服侍 好不好 每個都祝福人 將來神就說 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報仁 我們就先知先覺 就是說 神講了 神已經跟我們講了 牧師也講了 我們就回應神了 就不要說 很多人就不是 鑽牛角之文 怎樣呢 我不行的 好像我那麼煩惱 有很多問題的 你不知道的了 很嚴重的 不行的 就永遠都在裡面 但是你說 我開始願意 神就用你了 所以其實這裏都是糊塗 就是沒有善用我們的生命 崇通覆徹是甚麼呢 徹就是車子走過那條路 例如走那些泥路 有個坑在那裡 那條路適合就好 如果那條路適合 你跌了車下去 你還要走那條路 你還要走那條路 就是重覆做同樣的 是創的 知己知彼都很重要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己知彼 不知道自己 我軟弱是甚麼呢 我強項是甚麼呢 我怎樣發揮呢 我有甚麼難了呢 我們知道就懂得去向前 或者不懂得珍惜 就是我們生命其實很寶貴的 有些人以為熟靈是甚麼呢 只是領受聖靈的聲音 這一個觀念 就有很多人 就是他以為很熟靈 他說我領受我感受 但其實 是否只是這樣呢 在這裏我們一起讀一下 就是有很多人創的意味 一起讀一下 就不用思考 甚麼都是領受 不用腦 不分別 不處理生命 只有靈的討告 就是說呢 他不會去思考聖經的說話 不會去思考聖經 到底在說甚麼 或者思考一些事情 怎樣做 甚麼都是領受 我感受到 我感受到 這句真是領受到 真是準確就好 但他又未必是準確 但即使他曾領受 神的心都是 我們不只是領受的 我們不只是一條天線 就去神那裏 神都給我們聰明智慧 聖經都說到 誤性的 還有他不肯用腦 或者不分別 到底人是甚麼問題 或者不處理生命 這件事 我常常見到 有些釋放 經常都是趕邪靈 經常是趕邪靈 但是 我試過去聚會 那個人是助手 幾年之後 我回去 哇 他哭得很淒涼 哇 為何幾年之前 他已經是幫忙 又 已經哭了 那幾年之後 還哭呢 那可能他說 她丈夫不好 他就哭了 但是 他又不去處理生命 即是沒有學習 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 釋放極 都是從要釋放的 或者只是靈的討告 就算有些人講謊言 講謊言 真的可以從神而來 不過有些人講謊言 心又不是想神的 一路這樣 可能真的 只是口在講的 我們都是用心 譬如我們一路為教會討告 我們心一路 心是神祝福你的教會 祝福你的地區 即是說 神給我們有靈 有魂 魂包 有三項 記不記得 思想 意志 感情 三項都要用的 還有我們的靈 都是需要用的 好了 什麼事需要智慧呢 怎樣做決定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有什麼事需要智慧 我讀一項先 第二項 內心有什麼意念 如何談話和通通 如何應對言語和行為 就是 OK 一項先 即是說 什麼事需要智慧呢 內心有什麼意念 就是 我自動彈出來的 哎呀 有人不喜歡我 哎呀我做得不好 這些自動彈出來 那你就立刻取代它 立刻說 神是歡喜我的 我總之我愛神 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你有什麼意念 是我們需要智慧處理的 怎樣談話和溝通 是需要處理的 那其實 在我的生命中 也有很多人幫過我 包括我第一個太太 第二個太太 我第一個太太離世 但他之前真的 有很多地方 對我很大的幫助 那時候我記得 我跟那些人 如果那些人 confront我 即是說他們說話 好像 好像有些強迫性 逼我 我會 不懂得回答 我就會靜了下來 那我太太就提我 她就說 你 即是 她也有說一件 其中一句說話 我經常都記得的 打蛇除棍上 就是說 如果 有一個機會 你即刻 好像蛇 即刻上個棍 有機會即刻用 那這句說話 我記得很清楚 有一次我還記得 在一個聚會 在一個崇拜 在一個崇拜 這個教會 是其中牧師之一 我忽然間醒醒 如果我今天 不報告一件事 我立刻會遲 但那時候已經崇拜進行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我就立刻寫一張紙 即在後面那裏 交給那個牧師去報告 即是 如果在一個機會 我沒有報告 就會遲了 那我 這個都是即時 即是有些事情 我們立刻要處理 要做的 怎樣跟人溝通 這些都是需要學的 還有怎樣應對 言語和行為 人家怎樣說 我們怎樣回答他 下一項 與誰交友或戀愛 如何與人交往 有什麼時候說 那就是 跟誰交朋友和戀愛都是 因為如果我們交朋友 那些人都是很煩惱 很不開心 經常都是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會受影響 也有些人 你幫他 他都興起不了 這些人是我們幫助的對象 不是我們的朋友 這件事我們分清 幫助對象和朋友不同 幫助對象 他有困難 我們幫他 但是朋友就是你所信任的人 你可以你的困難 告訴他 如果你把你的困難 告訴一個很有困難的人 你加憎他的重頭 他不是我成為你的朋友 當你煩惱的時候 你不是找他的 所以我們分清的是 什麼是朋友 怎樣與人交往 怎樣 每種人都不同的 我們同工 同事 家人 我們周圍的人接觸 都有不同 每一個人不同的交往方式 什麼時候說不 都是需要的 不是每一個人叫我們 你今天來找我 我們馬上去找他 我們衡量這個人的情況 有些時候我們需要說 不可以 下面一起讀 何時求助 如何傳福音 如何是奉何發揮生命 即什麼時候我們知道自己不行 我們要找人幫 以及怎樣傳福音 傳福音都有很多方法 有些人用來用去的方法 我還記得當時有一間教會 我去參與 那句說 他的教會 有一個什麼字 在那裡 他說 如還人說沒有神 那時候我就跟一個神學 即他在讀神學 我跟他聊 這句說話 其實好不好 即是 即是跟人說 你是蠢人 但會不會那些人更加 你說我蠢 我就是蠢給你看 我不想做 一種方法 我又不判斷他一定是 行不行 可能有些人會來信耶穌 不過我覺得 總有不同的方法 去想想人的感覺 以及怎樣侍奉 和發揮生命 都是我們需要 一定需要智慧的 好了 而我們每樣的決定 會影響 紅色是代表好的 咖啡色是代表不好的 信主 好 他繼續親近神 信服神 好好的 離開選友是好的 侍奉神是好的 但誰知道 某個時候 亂盡亂愛 他就可以把他拉低 即是任何一個錯誤的決定 是以後可以影響他 而人生可以有很多錯誤決定 好了 信主之後他不親近神 不好 亂交友 亂盡亂愛不好 但他肯悔改 而離罪 不只是悔改 我悔改了 求耶穌四面 然後又再做 那不是真的悔改 他悔改 離開罪的時候 他又向好那邊去 如果我們已經軟弱 我們向上去 總有方法 無論你的問題是甚麼 我們說一次 無論我的問題是甚麼 在神裡面總有方法解決 因為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一定行的 神一定行的 是不是真的行的 是真的行的 一定行的 好了 建立智慧的過程 我們先讀第一行 學習神的話語作根據 尊敬和親近神有智慧 學習分辨真理和謀論 這裡先講一個基礎 智慧的基礎就是神 因為神是創造天地賣物的 至少我的徒有 一些宇宙行星 人能不能做到 人能不能做到這些星球 我們做不到 我們都做到 放在地上 他不會自己住 我們不能做到一個宇宙這麼好的 神是智慧的來源 他在我們生命中做很多事 真的充滿智慧 在這個歷史也做很多事 是充滿智慧 所以我們一定是 從神的話語作根據 有神的智慧 好了 接著呢 尊敬和親近神 神的智慧就會來了 越來越教導 我也感謝神 神給我很多教導 都是神給我的 我今次去到烏干達 我祈禱呢 我的手機在旁邊 我已經寫了幾篇 祈禱一頭 神給我的意念 我又寫 那時我在神樂園 教授說我們 不要講主題會講道 講一段經文 一段經文 他說你沒多久 都會講完聖經 即是那些主題 很快就講完 但是神給了我很多個主題 即是一段短的時間 神給我的主題 我自己覺得 我始終選擇用主題 即是讓人更加全面性 看一個主題 例如今次講到智慧 更加全面性看這個智慧 神給我不同的意念 一邊寫我的時候 其實是用之不盡的 我就覺得不會 即是他那時講的 教授就說 當你這樣寫 你寫一寫一寫 你沒有講道寫的了 但是我就說 不要緊 神會給我智慧 親人神就有智慧 很多的教導都是神給我的智慧 神都會給你的 神會跟你講話 要分辨真理和謀論 教會有沒有謀論 其實都有的 譬如今次講 烏鷹也是邪靈 有些人什麼都說是邪靈 你有憂傷 你有煩惱 你有憤怒 你有憤怒 失眠的邪靈 什麼什麼邪靈 全部都是邪靈 是不是真的全部都是邪靈呢 邪靈可以用這些工具 不過是否失眠就是邪靈呢 因為失眠的人一定有邪靈 未必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分辨 聖經有講什麼 並不是聖經講的 是第二行 能分辨自己人和情況 判斷用什麼原則處理 有適當事說話或做事 這些講到智慧的過程 就是首先有神的話語 親人神 然後分辨 然後智慧就是什麼 分辨到的情況 我是什麼人 我自己 和人是什麼情況 和這個環境是什麼情況 我分辨到了 分辨到的時候 我判斷用什麼原則去處理問題 然後呢 就在適當的時候 講或者做適當的事情 這個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說 判斷到的情況 由我做適合的事情 就是智慧 判斷到知道有個需要 我怎樣找解決方法 大家你有困難的 你判斷到我什麼困難了 然後我找解決方法 下面一行 謙卑聖策和改善 累積經驗 在過程中領受神更高智慧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聖策 就是首先我們謙卑 譬如我太太 在這個過程呢 她給了我很多意見 跟著下三頁呢 就有三個圖 都是她給我意見的 那我很多謝我太太 她真的很有智慧 她也都會跟我說 那我說的時候 我就多謝她 我也很感謝神 神將她賜給我 我也都感謝神 神教我 謙卑 我才能夠進步 那我希望大家都謙卑 去進步 就算你認識多少 我們都有進步的空間 那你說 譬如假設 那你說 我太太和我丈夫 和我的智慧 比她低我很多 不過有時候 她都會有些智慧的地方 有些地方都可以給我們提議的 那我們謙卑接受人的智慧 也都有一件事 如果在你的心命中 你認識某些人 她真的很有智慧 你就珍惜這些人 你就不是揮著她 亂發信息給她 早安啊晚安啊 什麼 就是整天晚上發這些 而是呢 你跟她說一些合適的事 你問她一些合適的問題 她幫到你 那你的智慧加憎 其實這個 都是一個上升的方法 但很多人就很怕 哇 我要改善 哇 就是我不行 我不行 這件事 然後這個過程 累積經驗 原來這樣就失敗 這樣就成功了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中 一路領受神更高的智慧 這個以下的圖 就是我提議的 就是先把那些觀念寫出來 三個基礎 一起讀 第一 神的話語 第二 尊敬和親近神 第三 從神領受更高智慧 就是用神的話語做智慧基礎 由我尊敬親近神 經歸耶穎 智慧的開端 然後呢 從神領受更高的智慧 這樣子 我就一直提升 我智慧提升 這個第一步 第二步 這個裡面的圈子 一起讀一下 第一 就是學習分辨真理 分辨人和情況 分辨用什麼原則 適當話和行動 這個就是應用 就是怎樣呢 學習分辨什麼是真理和貿論 哪有是對的 又分辨人和情況 到底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那些人的困難在哪裡呢 我自己的困難在哪裡呢 然後分辨用什麼的原則去處理 然後就講適當的說話 或者適當的行動去處理 這個是處理方法 第三就是 就是說反省的話 一起讀一下 第一 謙卑接受意見 然後呢 省策 改善 累積經驗 就是說呢 我謙卑接受人的意見 然後呢 我省策自己 我就改善了 然後一路累積經驗 這樣的時候呢 你的智慧呢 就不是永遠停留在一個程度 你的智慧一路加憎 我想問大家 你反省回 你的智慧和一年之前 有沒有加憎到呢 應該都有的 多謝神 感謝神 一起舉手 多謝神 叫我智慧加憎 我想問大家 加憎多不多 可不可以多些呢 我們就想一下 用這個反思 到底我有些什麼地方 其實反思 考慮評估 是一個我們進步的很重要方法 首先是神的智慧無限量 這個圖 地和天是很遠的 天神的智慧就是高度 高過諸天的 你能不能夠令到星球這樣轉動呢 我們根本人就沒有什麼能力 就算有這個能力 我都做不到這些東西出來 或者齊道爾賽書四十章二八節 永在那些神耶我話 創造地的主 並不疲乏 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無法測度 他真是很厲害的 他又不累 他從來都沒有睡過覺 由創世以來 其實未創世 永恆他已經在那裡 永永遠都沒有睡過覺 為什麼可以不睡覺 為什麼不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實際是這樣 他有能力 而他的智慧是無法測度 是無限量的 無論在宇宙 在我們的身體 在我們生命中造工 在歷史都是無法測度的 他是我們智慧的來源 針言九章十節 敬畏耶我話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智聖者便是聰明 當你敬畏他 尊敬他 他的智慧就會來到你身上 你認識他就會有聰明 因為 神有智慧回答人的說話 神有智慧如何去安排一些事情 神有智慧創造天地萬物 和我們的身體這麼奇妙 真是我們的眼 我們的腦 我們的身體的內臟 我們的賀爾蒙 是非常複雜 但是呢 神都可以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有神 自然的人 智慧便會提升 我現在和我未信耶穌之前 真的完全是兩個人 那時候又不懂得回答人 有什麼情況 口疾疾 不懂得去分辨 是在自己的世界 即是是完全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 基督徒都講智慧 即是有些人 因為他只著重是靈 但基督徒都講智慧 講不到前書二張六節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們也講智慧 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這世上有權有違 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 我們講的 乃是從前所隱藏 神奧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萬世以前 預定使我們得榮 即我們都講智慧 但不是這世上的智慧 我又想講 世上的智慧 有滅亡的智慧 只是想要錢 要享受 要女人 要男人 這些都是世上的智慧 但是 神有祂高度的智慧 但我想問 是不是世上的智慧 我們全部都不要呢 其實世上有很多好的東西 不過我們分別 哪些是好 哪些是不好 但很多人的錯誤 就是他選了一些不好的 他就當那些好 那些片劇 那些享受 那些世上的東西 他們就覺得好 那這些其實 那些是不好的 但世上是有 他們的邏輯思維 他們譬如 電腦 其實是一個好的工具 如果我們善用 但是 神的智慧更高 不過世上智慧是一種輔助 譬如輔導也有幫助 不過神的智慧更高 一提到這裏 神奧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萬世以前 預定是不得榮耀 哇 他會將我們有 敗壞的人 煩惱的人 失眠的人 有情緒病的人 一路提升 一路提升 以後你一路變成 一個榮耀的人 這個計劃呢 是神很高度的智慧 是沒有人做得到 怎樣能夠將人改變呢 那我們有機會都會請 沙尼 現在沙尼很多時候都在 在Whatsapp 他還給我聽他的改變 我們有時間都會請他 分享一下他的改變 真是他由不開心 變得他人喜樂平安 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將榮耀歸給主的 還有呢 神的智慧不是留給他自己的 他會給我們的 路加21章15節 因為我必賜你們口才智慧 是你們一切敵人 所敵不住獲不道的 那時候 你不用想著說什麼 哇 那些人拿著邊 拿著各樣酷刑的方法 神啊 你教我說什麼 其實那時候 神已經跟你說話了 你說的話 我不知道會說什麼 忽然間可能你會說他的話 我們本來不會說他的話 忽然間你會說他的話 你忽然間說他的話 令到他整個彈起 神會說一些說話 只要你在那時候 你都親近神 我已經預料了 預料了 有一天可能會受迫伯 當我想到這個心態的時候 我死我又不怕 受苦我又不怕 我曾經試過 我都被人傷害 被人罵 被人壞 我被人罵的時候 其中一個釋放方式就是什麼 他現在罵也不像迫伯的時候 迫伯時又變又打又不給你吃 又這個 他那些罵算什麼 罵幾句 一旦都飛走了 那我就處理到 都不要緊 迫伯更慘 那如果迫伯的時候 神都會給你有智慧 你的敵人不能夠阻擋 你說多厲害 所以我們可以求神給我們智慧 還有呢 就算你不夠智慧 你就死了 我的肌肉不夠高 但是神呢 有很多人 他真的本身的質素不是那麼高 但是神會 賜給他平安喜樂 以至那個博士說 為什麼他這麼開心 你比我更開心 所以有時候不是看外面的智慧 是他有神的智慧 一起讀哥林德前書十 一章二七節 神說簡算要世上如著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有簡算要世上軟弱的 叫勒羞愧的 就是一個愚絕軟弱的人 他都會叫那些強壯 有智慧的羞愧 所以你說 我不行了 不要緊 IQ不夠 不要緊 你親近神 你有神的心靈 你就逐步逐步顯出神的榮耀 我們都會很樂意幫助你 訓練你怎樣有平安喜樂 大家的過程 一定不要自己以為有智慧 你自己以為有智慧 你就立刻 起了一間屋就自己拆回了 一邊起一邊拆 就是叫勞 臨前三十八節 人不可自棄 你們中間若有人在一世 自以為有智慧 倒不如變作愚絕 好成為有智慧 即是如果你自己以為自己很厲害 不如你做回蠢人 這樣你才可以變回愚絕 你知道自己才變回智慧 如果你覺得自己已經夠聰明 就反而爛爛了 所以我問神 我需要學習 在這個時候我經常都覺得 我需要學習 不進則退 你說不是 你現在 牧師 你不進也挺好的 但就會有驕傲 就會有心不想做某些事 就會自大 覺得自己厲害 就會退 人就是這樣 不進則退 因為我們不在神裡面進步的時候 我們那些驕傲 那些軟弱 那些呆滯 那些不肯侍奉的就會走出來 還有 記聖經也有智慧 一起讀歌羅西書三十六節 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風風富富的存在心裡 用詩章、重詞、寧歌、彼此、教導 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這個講到 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風風富富存在心裡 我感謝神 我記得很多經文 其中一個原因在哪裏呢 我一信主 真的有神 真的有耶穌 真的有神職 我立刻 我一看神職 覺得很好 我看到耶穌的說話 我覺得很深刻印象 那我就開始記了 因為我喜歡人 所以好人記得 還有我記的時候 我會將他類別 譬如有時我會在那裏寫一個講章 有一個什麼經文 是講到神的接立的愛 那我立刻會彈出幾個經文 有哪些經文講到神的智慧 另一方面我們網上有很多工具 大家可以用的 但另一方面 在我心裡 有時有些人 我去到宣教 或者有時有些人都問我信用的問題 那我在腦裡便反思了 一反思的時候 就好像出了這個經文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因為你喜歡 神的話語就傳在心裡 那你隨時可以拿出來使用 當然聖靈都會教我們 但是我們不能夠正確定說 我不讀 等聖靈到時提我 這時候 事實上 當我們不讀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有神的 話在我們心中 秉 giveaway 怎麼傳在心裡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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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瘋瘋瘋瘋瘋呢 哇 神會說 女兒放心 就是神會跟我們講 兒子女兒 放心吧 就是他關心我們的心態 哇 真是好 神會關心我的心態 我現在很煩 神會關心 我現在很急 神會關心 我一拔 拔著耶穌 耶穌幫我 神就很歡喜 那時候 這些話語就豐豐富 我都跟人說 法楊神屬聖查經法和廣東法 不只是說出來 而是說出來的時候 人聽完 嘩 又是神這麼有智慧的 當我們明白這些線路 我們的腦的線路 如果將它變成電線 是會用幾個 可能有九個音樂廳 先安裝這麼多電線 因為它有成億萬條電線 這些億萬條電線就會駁去我們身體每一個部分 當你的眼睛看到東西的時候 它一用是電去到的 而那些電為什麼會產生呢 就是那些化學物 真的很神奇的 那些化學物在這裏 它那裏一有化學物的移動 接著它就會變成電 那就傳過去 傳過去呢 那它的電就不是一條電線 它中間有很多叫Synapsis 就是有駁口的 那駁口有什麼用呢 如果忽然間 譬如有時候 那些刺激過頭 如果你沒有駁口 你一身太刺激 你馬上可以黏了線 它有些難阻的方法 令到你不受影響 譬如我們那時候在市政大學 讀的時候 每天早上那個暖爐一開 那些舊式 那些鐵這樣 它就框框框 很大聲很吵 但是那個老師說 你沒有多久聽不到 我真的覺得沒有可能 很大聲 真的那幾天聽不到 為何那個腦子把它關掉 睡覺到那些框框框 把它關掉 聽不到 真的早上都聽不到 這就是神那種智慧 當我們明白神的智慧 在聖經裡面的智慧 改變人的智慧 那種喜樂平方 我們就會喜歡神 就會豐豐富富 這樣的時候 我們說什麼 別人都會喜歡聽 都會影響人的生命 傳道都要智慧 不是這樣說的 哥羅西書一章二十八節 我們傳揚他事 用諸般的智慧 勸誡各人 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 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都引到神面前 就是用諸般的智慧 有些人用軟 軟的方法是甚麼呢 用見證 用電影 傳一些影片給他 關心他 回應他的需要 陪伴他 比較柔軟的 有些是直接的 講到神的存在 神是真 聖經是真 我們可以經歷神 天堂地獄 這些是直接的 都有不同的方法 而每一個人需要不同 有些比較科學性的 有些沒那麼注重科學的 有些著重感覺的 我們就用不同的 諸般的智慧 將人引到神面前 即不是隨意傳呼音 不是隨意的 每一個人都用不同的方法 我感謝神 今次神為我遇到 預備到一個 在我途中 我每次都有傳呼音 預備到一個 我不說是甚麼宗教 因為這個宗教是會有激白的 你可能會猜到的 他居然將他的資料給我 他跟我談談了很久 他很有興趣的 雖然他沒有信 沒有改變 不過他願意聽 我覺得是神的方法 我用神的智慧 我日後會傳一些信息給他 同人交往也要智慧 同人相處也要智慧 哥羅西書四章五節 你們要愛惜光陰 用智慧與愛人交往 需要智慧 即是可以何時說甚麼 何時做甚麼 以及可以求神給智慧 雅各書一章五節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了 厚恥與眾人有 不斥責人的神 處就必至急他 有一次我在地鐵 看到一個小孩跟爸爸說 爸爸我想吃雪糕 爸爸反應甚麼 即是甚麼 打 沒得要吃雪糕 立即兒子不出聲 神是這樣嗎 神是不會罵我們的 他是厚恥的 他會給你很多雪糕 不過不會吃到你肥了 總之他不會給你 你聽他說 神會給我們健康 感謝主 我這次去呼光達 是減肥的肚 收了一點 這樣 很多東西給你的 又不罵你的 你求的時候他會歡喜 他是很想幫你的 所以神是很好的 他會給你這麼高的智慧 你會越來越高的 其中的智慧 大家記住派 最喜歡吃蘋果派 三樣東西一起讀 第一 祈禱和計劃 實行 評估 這個就是 Prayer和Planning Praying and Planning 然後這個 Implementation Implement 然後這個 Evaluate 就是甚麼呢 有甚麼事有需要改的 我們祈禱怎樣做 受神帶領 還有我們計劃 怎樣可以改變呢 又走出來 走完評估 行不行呢 我傳聞給別人聽 不行喔 然後我又祈禱計劃 怎樣再做呢 我跟有個人關係不好 我試一下實行 有甚麼方法可以呢 可能直接說不行 我跟他柔軟些 對他好 柔軟對他好 他態度好一些喔 不過還未改完 不要緊 他不會一下子改完 評估 即是有用 好了 繼續下去 即是有甚麼行得通的 我們繼續下去 這個是非常之有用的 一個評估的方法 其實 很多人為甚麼沒有成長呢 基本上是因為沒有評估 還有沒有計劃 下一步是怎樣 亦都沒有實行 但其中呢 為甚麼沒有動 一路沒有動呢 都是評估那裏 出了問題 始終不會評估 還有怎樣呢 一聽到是自己不合聽那些 我要改 立即不想聽 這就是一個問題 好了 現在這裡 我會講出不同的情況的智慧 第一就是處理自己 因為其實最大難了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先導一行 從神和經驗和人了解自己 謙卑和不懼怕 接受自己的決點 第一就是從神去了解自己 為甚麼從神去了解自己呢 聖靈有沒有提醒我們有甚麼罪 聖靈提醒我們有甚麼情緒 我有些輔導有些人 他都跟我說 聖靈提醒我 不過我總是想做 聖靈提醒我不要做 聖靈提醒我不要做 聖靈給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知道 知己知彼八字八字 你知道 不過有些人知道 又是重複回同樣的事 我們知道 咦我是容易有情緒 我容易被異性影響 我容易被人的說話影響 我便知道了 知道這個問題 那我就以後去找方法 還有經驗 以往碰了那麼多釘 以往朋友都走了 為甚麼那些朋友走了呢 經驗和人 我們認識的人 可能有些真是 不是好友 是損友 但有些人真是益友 他說的說話有智慧的 你可以問一下他 我們中間有些都是有智慧的人 我們的服侍隊 你有甚麼需要 你可以找他們 找我們 我會很樂意去幫助你 去了解你 但我的過程 我不是去傷害你 我是去幫助你 那你從人可以幫助我們 就不是由那些損友 你問那些損友 我應該怎樣做 罵死他 不要理他 這些人不要了 他的智慧 不是好的智慧 好了 謙卑 我謙卑接受 還有不要害怕 接受自己的決定 我有這些問題 死了沒有人喜歡我 怎麼辦呢 不能死的 以往那麼久都沒有人喜歡 現在開始 對人好 就有些人喜歡 是嗎 起碼我們群體 你關心人一定會歡迎 你關心人慢慢 你就會提升 這個就是 先接受 下一步 一起讀一下 歡喜 接受神和智慧人的提議 尋找方法去處理生命 神話提我 我就聽他話 很多人習慣成說 神話你不要憂愁 不要煩惱 不要想想這些事情 還是要想 不行的 跟神爭辯的 不肯聽話 這樣的時候 他不會提升 但是他說 神提我 我一定要聽的 這樣的時候 他會改變 歡喜接受 神和智慧的人 以及找方法 如何處理 下一行 實際去處理生命 評估進展 再尋求方法去處理生命 就是實際 走出來 這個 記不記得 姐姐在哪裡看過 這個走出來 這個找方法 這個評估 在哪裡看過 派 派 現在就是 把派重複 就是 你找這個方法去做 做完就評估 然後 尋找方法去處理生命 就是再回頭 就是 走不走 但是 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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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感謝神 在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真是很大的提升 是多謝主耶穌的恩典 我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交友和戀愛的智慧 第一行 被神帶領交友戀愛 建立了解人和溝通 分辨別人的內心和質素 就是 被神帶領他 交友和戀愛 都是神帶領 不要自己去選擇 是神帶領我們 譬如你跟那個人相處 真的看到他有長處有強項 你就不是抓緊他 為甚麼你昨天不打給我 有本書說 如果你抓緊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會走 為甚麼你昨天不打給我 為甚麼你不找我 不是抓緊他 是對他好 每次見到他開心 他就會寬你找你 然後你建立了解人和溝通 他是甚麼人和溝通 分辨別人的內心和質素 有些人會看到 那個男生跟我說 我愛你很愛你 譬如我曾經說過一個人 他跟幾個女生都有性關係 他現在又說 我很愛你 我很想跟你有性關係 他的內心是甚麼 他的質素是甚麼 我們知道這個是狐狸 是狡猾的 那就不要相信 那分辨到就不要相信 但是人往就是 不知為甚麼都迷糊了 他始終一直受影響 下一行 不因沉悶而交友戀愛 信任各人程度不同 不用多時間再無意而友誼 即是說 不因沉悶而交友而戀愛 即是 有些人 哇 即是有無限的時間 一有時間 就在那些傳東西 傳很多東西傳來傳去 你為甚麼這麼有時間 因為他太悶了 上網猛看東西 即是沉悶而去找朋友 或者戀愛 而我們學習就是信任人 是程度不同的 智慧的人我們信任會更多 愛主的人信任會更多 但有些人他真的 心裡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我們真的的確信任不能夠高的程度 還有那些沒有意義的友誼 我們不用用很多時間 我們幫的人和友誼人不同 友誼是跟我們有相交互相的鼓勵的 還有那些都是 即是說這些人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 好 下面 真心關心和祝福人 珍惜有好質素的人 就是我們行動出去 關心和祝福人 如果你世上遇見有好質素的人 多不多 不多 我們就珍惜 即是有是好的 是特別的 我們就珍惜他們 說話的智慧 和不說話的智慧 兩天都要 真言二五章十一節 一句說 說得合而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雅各一章十九節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這句話 說合而的說話 好像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 有些時候 你就快點聽 你就慢慢說 有些時候先不要說話 其實這兩字 很多人都沒有 我都接觸過好幾個人是怎樣 是說話不停的 他一說的時候 一路說下去一路說下去 我想插都插不到 我真的要跟他說 因為熟了 我跟他說 我請你等等 等等 我先回應你第一個問題 我先回應你第一個問題 我忘記了 即是他一路說說說很久的時候 因為他習慣了 是不會聽人的回應 也可能他不懂得去聽 或者他沒有關心人的回應 無論什麼原因 他的生命裡面都是很困難 即是 有些聽完就會改 但有些聽完又是下一次又是一樣的 行動和不行動都是有智慧 以忽所書的五章十五節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亂回人 當像智為人 我們做什麼都要謹慎 分辨到底應不應該做 什麼時候做 什麼時候不要做 有些情況 你越做越多問題 有些人攻擊我們 我們可以解釋 但如果你不斷解釋 那些人開始會懷疑你 有時候我們需要停的 即是不一定會繼續解釋下去 問題 如果有困難有問題 怎樣解決呢 第一行 第一 分辨問題在那裡 為何以往沒有解決 不亡亂不懼不懼 有件事發生 什麼問題呢 為何以往沒有解決 為何這麼多年都是這樣的 為何這麼多年都是煩惱的 好了 有這麼多問題 我不要亡亂 不要懼怕 以往都這麼久 現在來多一會都不要緊 我有個牧師 有一次講很幽默 他說曾經有人 半夜生間去找他 哎呀你今天要解決我家 婚姻的問題 牧師說我明天是崇拜 我要講到我要睡覺 你那些問題已經很多年了 不是今天才有的 你這麼多年以來都一直OK 你明天先 我明天跟你講 即是這個都是一個智慧 那這個人就很亡亂 在他情況的時候很亡亂 這個牧師的處理方法 未必是我的處理方法 不過我可能跟他講一會 我就說你回去休息吧 這個問題都不是一下子解決 譬如周星說你太了想離婚 難道我講完你回去他又不離婚 這個都要處理的 即是說我們處理的時候都是平靜的 有一個心就是 以往為什麼沒有解決呢 問題已經存在了 下一行 討告尋求神的解決方法 從別人學習 想像不同的解決可能性 這個就是討告神 神有什麼解決方法呢 第二問問人有什麼意見 第三想像 這個英文是brainstorming 其實他叫做老風暴 我就覺得好像比較搞笑 即是你亂想都可以 想到你不一定要用 不過你寫下 然後哪一個可能的方法 有什麼可能解決方法 下面 嘗試去解決 評估 接受某些人難於改變 好了 這個令你想起哪裏 評估 嘗試去解決 想像不同解決方法 想起哪裏 這個派 是吧 就是找出一些可能的方法 這一行都是找出解決方法 又嘗試去做 又評估 就是我們有什麼問題 其實基本上 你找出問題在哪裏 你回頭去找回為什麼 然後嘗試去做 然後評估 好了 人際問題 有時候我們跟朋友有問題 跟人相處有問題 怎樣呢 第一行 明白人的罪性 分辨自己和人的質素 心態 留意自己有無偏見 第一是接受人人都有罪性 所以人會罵人 有很多人都說 哎呀他罵我 有什麼奇怪 人就會罵人 人就會傷害人 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學習 垃圾不好吃 因為世人他們很容易罵人 很容易發脾氣 但是人不是垃圾 我們珍惜他 但是他的說話 他會有很多罪性走出來 我明白 我就不會受他那麼大的影響 又分辨自己 原來我自己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 被人影響的人 不開心的人 我分辨我自己 我就知道 原來我有時候都說話影響人 那我們就處理了 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還有人你是什麼人 他的質素和他的心態 然後呢 我們處理人際問題 一定要自己沒有偏見 那我太太也有時候提醒我的 當我輔導一個人和我無關 那我就會聆聽到他的東西多些 當有個人跟我說 說我不好的時候 當我解釋的時候 即是我傾向解釋 我傾向不是去聆聽他的看法 即不是聆聽他的感受 而是去解釋 我問他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說 因為你在這個時候 你是一個好像自慰的光景 譬如有人說 你什麼樣的做法 那你就馬上解釋 你就不會說 你這一陣子不開心 如果你輔導的時候 我會說 你會不開心 但當他一說 我很開心 因為你這樣 他就馬上說 我做什麼 我有什麼做錯 立刻會自慰 自慰的時候 他就沒有機會說出來 這也是我要學習的 就是說 在那陣子我都說 你現在很不開心 去回應他的感覺 讓他知道我關心他 然後先去了解什麼事情 先去處理 好了 下一行 處理自己的問題 判斷如何 得到他的信任 判斷如何 喚醒他 就是我們主意 我們有沒有偏見呢 我有沒有怒吵呢 然後我怎樣得到他信任 如果沒有他不信任 我們根本處理不了 我怎樣得到他 或者應該得到更多信任 不是一條 因為全部的信任 得到更多 然後怎樣判斷 這個是判斷 分辨 那是discern 這個是去judge 找一個方法 尋找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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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去引導他 他會醒覺這件事 下一行 判斷如何引導他去改變 其實這個不是judge 這個判斷 就是說 他有不同分辨 分辨是discern 這個是找出的意思 下一行 就是讀 判斷如何 引導他去改變 欣賞他的進步 接受某人 難於改變 就是說 他找出怎樣去引導他改變 就不是要他改變 是引導他改變 由他去進步 哇 你今天平安了 輕省了 你今天開始感謝神 感謝神啊 你已經進步了 就算沒有改變 很多人說 我沒有改變 不要緊 你進步了就可以了 進了1% 你只會有進步 而有些人很難改變 那些老人家 他經常都是這樣幾十年 你想他改變很難 這樣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你只是 你不要理他那麼多 可能是一個方法之一 你關心他 就不要不理他 也不要理他的負面話 他關心他 但對他好 觀察人和興起人的智慧 這個殺種的比喻 有些殺在老婆 有些殺在淺土 有些殺在荊棘 有些殺在荊棘 有些殺在好土 那你就結出果子出來 每一個人都不同的 所以我們分辨自己是哪一種 你是好一點就卡住 因為你現在一直被神的話語 一直改變 那我們幫人都是 有些人是這樣的神 我們就提升他們 其實個個都想提升 不過肯定這一種是最快的 那這個人是什麼人 我們有這個智慧 這個也是需要學習的 學東西的智慧 下面這個圖你看看 讀書的時候 有幾多個小朋友 是這樣的 你跟他講話 好像眼睛瓊了 眼睛不知他在哪裡 因為他沒辦法集中聽 有些人小時候這樣講話 大個都是這樣的 學不到 聽不到人講話 首先是不好的這些 這些都一起讀 無心學習 不專心學習 學了就忘記 學了不粗練 不用 即是無心 大家有沒有心學英文 有心學 好啊 英文其實很有用 你去到全世界哪裡 如果你不懂本地語言 英文是最好用的 因為你很容易 比較容易找到人翻譯英文 但很多人沒什麼心學英文 因為覺得不需要 其實你在網上很多教導是英文 很多材料是英文 你想知道某些資料 英文是很容易的 當然我不是說 個個對你說英文都是這麼重要 我應該說聖經是最重要 但你有沒有心呢 聖經真的是給我們很大的恩典和力量 有些人真的沒有心 他不專心學 學的時候 只會忘記了 就算我到現在 我都記得 我讀書的時候 有些老師跟我講句話 我都記得 我當時真的很用心去聽 其實我讀書很特別 我三年級的轉類點 我忽然間三年級 好像我腦子醒了 我一、二年級 我忘記了我讀了些什麼 但我三年級忽然醒了 我醒了之後又怎樣 聲音教育 我馬上明白 同學馬上寫下 那些拼音 我當時馬上用中文 不懂得用英文 有時整個英文字幕都有 有時人寫個中文 寫個拼音 然後我就回家讀 我還記得 那時我考蜜書 那同學很緊張 每個都吐了一個聲音 幾分 哪裡幾分 他們說你九十九分 你是寫錯了什麼 Sitting S-I-T-I-N-G 少了個T 因為我聽的時候很用心 然後我就記得了 即是說原來專心學習 有心學習是很不同的 可能有些人說 我不是那些材料 但你有心聽就會不同的 譬如今次你主動 這個下面主動學習 怎樣有智慧 怎樣處理自己 怎樣處理人的關係 怎樣處理問題 怎樣學習 你有心就會不同的 那我很感謝神 我真的很多東西都是神給我推動力 那我希望大家都會以後都是這樣 有推動力 我主動學習 但有些人學了 又忘記了 或者學了又不操練又不容 那就是沒有學到 下面第二行 有動力學習 主動學習 尋找方法學習 學以致用 和常評估和改善 就是說 有動力 我可以提升 當我學習到 是有進步的 又主動去學習 又找方法學習 找方法都很重要 我讀書的時候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怎樣 有時候 那方法有很多字眼 很多要記 很多要點 那我發覺將它寫完 兩張紙都寫完 即是將它寫完那些字 要記得那些字 有多少要點 那我就重複看那張紙 我就記得那些重點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那你聖經也可以這樣 將一些重要的經文 將它累積在一起 那你再看回的時候 你就快點記得了 還有學了就是用的 就是評估和改善 那我們的學習就會進步了 當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裡進入 高層次的生命 我想問一下大家 反省一下大家 你熟了一個智慧的人 你處理生命 是否一個智慧的方法呢 你和人相處 一個智慧的方法呢 我就問你一個另一個問題 是否沒得救呢 我問大家 是否沒得救 是否沒得慢 是沒得傾 沒得轉 當然了 是否呢 不是 有得轉一點點 有 有轉一點點 立即怎樣 讚一下自己 就轉吧 欣賞自己 其實是可以得的 是可以得的 這一陣子我們黑問 我想大家站起來 因為坐著 你反省一下 很容易睡覺了 反省一下 有哪一個方面 我們需要去評估 哪一方面是生命有問題的 我們需要反省回 在那些地方 我們缺乏智慧的 求主耶穌帶領 主耶穌帶領 感動帶領我們 反省回我生命中 哪些地方有問題 哪些地方有問題 我情緒 人際關係 我人生的方向 我的事奉 我的內心世界 我給大家一段時間 反省一下 我有哪些地方需要處理 第二項我想大家反思 是有什麼卡住 為什麼這麼難處理 那些問題已經有多久了 是有什麼卡住 什麼原因呢 我想大家反省一下 有什麼方法我可以衝破這些卡住的東西 有試過有什麼方法 為什麼失敗 為什麼成功 求主耶穌感動 我們可以怎樣去進步 求主感動我們啟示 我們也帶領我們 讓我們時時去反思 求主耶穌感動我們啟示 求主耶穌感動 好 這一陣子大家可以坐下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 在這一陣子 你收到一些訊息 或者聽到的時候 收到的訊息 就是有些地方你需要改善 而有方法可以處理到的 有沒有人想到一些 我不是叫你分享 你想到的 舉手就可以了 誰想到的 誰想到的 誰想到 你有一些地方是有東西卡住 你可以改善的 你舉手有幾個想到的 好 感謝主 你想到 以及想到方法 想到又想到方法的 舉手有幾個 你想到方法的 好 求主保守大家 祝福大家 我們一起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結束禱告 以及我們 處東雲禱告 我們一起再起床 神二節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 都是感動我們 我們中間有些人 都是知道 我們自己的地方 一向都有個困難 但其實這些困難 有時候可能 就是來自 我們的基本的信仰 就是我們的信仰上有問題 我們在信仰上 有些世界價值觀 有些被人影響的地方 我們覺得 要討人的歡喜 我們覺得要追求 世上的弱 以致引起問題 求主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結淨我們的生命 求主更生我們 幫助我們 走在神完美的計劃之中 幫助我們 衝破這些問題 而是有智慧地 管理我們的生命 做一個智慧的管家 做一個智慧的服侍者 做一個智慧的享受生命的人 可以享受神 從神得著力量 主我們每一個都可以的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仲債歸美天父 求主你幫助我們 從慾絕那裏走出來 從環境那裏走出來 從這些固執那裏走出來 走上神的路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給我們動力 持久的被你改變 真是去學習 去分辨我們的情況 去分析我們的情況 並且跟著去尋求神的方法 去處理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阿門 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愿你的國降臨 愿你的子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們任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愿我們的債 愿同我們愿人的債 不叫我們遠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兵 榮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請接受主的祝福 愿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愛 聖命的感動上 我們每一個同在 叫我們活在神的智慧裡面 去分辨我們是什麼光景 分辨我們的困難 我們的需要 分辨我們的軟弱 而被神去提醒 去更新 去改變 從神得力 以至我們一路向上去 一路被主提升 一路直到見主面的日子 在神的靜音 最高峰的小城 神經病 在神經病 可